鍋裡撈起美味螃蟹 熱氣直竄 讓人看得口水直流 台中有火鍋業者 主打新鮮食材看得見 養殖香裡一直吃野生龍蝦 全是瓦跳跳線撈 再搭配特製鍋具 熬出鮮甜湯頭 特別看準海鮮商機 還OK 像生魚片我愛吃 海鮮的部分也可以 幫他們做成套餐 套餐可以就是一客人的需求 或者是他們想要吃什麼 那事先跟我們聯絡 然後預約下去 會看好這股海鮮商機 就是因為聯合國糧農組織調查 台灣人特別愛吃海鮮 上榜的有第一名蝦子 第二名魚 而花枝卵絲則排第三名 每人每年平均可吃下 34公斤海鮮排名世界第四 海鮮進口量年年成長 市值更是高達450億 台灣人有多愛吃蝦 有吃到飽餐廳 就推出波士頓龍蝦 假面鏡方案 每隻大小都有兩隻手長大 要讓韜客吃個過癮 不僅如此 有業者推出蝦子全餐 吃法任君挑選 像是胡椒蝦 放起皮歐零 大火退炒 翻炒再翻炒 又或是檸檬蝦 用新鮮蝦子先剝去腹部外殼 下油鍋炸再淋上檸檬汁 香氣瞬間散發 以我們店25年來 大概成長3倍 今年再增加成長18000斤 海鮮有賺頭 不只餐飲業者紛紛看中這塊市場 就連超商也嗅到這股商機 推出海鮮預購平台 要來搶食這塊大餅 這連家親王世函 台中報導 有線便宜 之旨 手 我 不 融 米 7 2 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